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墳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日本三大古堂所在地道後溫泉 是四國旅遊的避坊之處 開在道後溫泉站的星巴克 有著懷舊的氣息 可以當成這區旅遊的第一個景點 道後溫泉位於愛媛的松山市 是愛媛的最大的城市 松山城 鯛魚飯 道後溫泉 皆為城市中重要的特色 星巴克的所在地道後溫泉距離松山車站 大概20分鐘的車程 星巴克道後溫泉站舍電如其名 就直接蓋在車站 如果你是搭乘一於鐵道的松山市市內電車的話 那從最後一站到溫泉站下車的話 就可以直接看到這棟原本於1911年建造完成的明治陽風建築 還可以搭配少爺電車 一起拍攝這個很有氣氛的三代木車站 從開放感十足的一樓點完餐之後 我們可以沿著窄窄的木造樓梯到達二樓 先跟Good Design Award打算招呼後 我們到了一個位置不多 但開放感十足類似交易廳的一個空間 感覺明治時代大家是不是都坐在這裡等待火車的到來呢 由於這家星巴克直接蓋在車站 可以用極佳的角度觀賞路面電車的往來 大家可以靜靜的坐在這裡往窗外看 幻想一場喝咖啡周遊日本的旅程 星巴克的所在地道後溫泉 據說有三千年的歷史 從西元596年的聖德太子 至近代的夏木曙石都有拜訪過本地 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大澳溫泉本館的建築 由四東建築組成 最早的建築為西元1894年完成 皆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飛鳥奶溫泉以及裝置湯都這周邊的名湯 大家可以挑一個自己喜歡的溫泉享受 或者三個兜趣也可以 這裡到了晚上的打燈 讓溫泉街變得更有感覺 光是散步走走看看建築就非常值得了 除了溫泉以外 溫泉街也有許多商店跟餐廳 觀賞少爺機關中的精緻設計 或走到有超美食街的伊佐爾博神社 參拜一下重要文化財也不like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